袁永宜靠这个人设接了一部戏,张志琳在线吐槽,网友,这没理由了。 张志琳与袁永宜被称为娱乐圈内的神仙眷侣,两人经常互相吐槽,相处模式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。 张志琳最经常吐槽的那就是袁永宜买包,曾不止一次在节目中吐槽老婆的行为,但她这个宠妻狂魔也无法阻止。 最近袁永宜凭借着买包这个深入人心的形象,成功接到了一个角色,盛装中的时尚杂志主编。 袁永宜在剧中背的包都是自己的,别人是带资进组,她是带包进组。 这次在剧中的角色,娱乐圈中很多的女艺人都可以出演,但是因为袁永宜的气场,以及大家都叫她靓靓姐,简直就是自带女强人的感觉。 现在看来张志琳似乎也没有再吐槽袁永宜买包的理由了,毕竟现在她凭借自己的这个人设成功接到了工作。 其实夫妻之间就是这样,明面上打打闹闹,但是心里都是千方百计的想着对方,满足对方的一切心愿,希望对方过得幸福开心。